哈喽大家好我是尾哥 新赛季已经开启一段时间了 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时候上分是最好的呢 尾哥总结出来了 应该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上分是比较好上的 像我现在今天是周三 周三的时候我就打了几把 然后都是赢啊 基本已经达到了八连胜 那么为什么是周一和周五呢 很简单嘛 周一周五要么上班的上班 要么读书的读书 对吧 所以说打这个时候上分就非常容易 这个时候玩游戏的 基本都是那些就是经常玩游戏的人嘛 最近上分又喜欢用的英雄就是 比如说我打补助的话 我比较喜欢用项羽 为什么呢 项羽推人非常爽啊 动不动就把人给推了 特别是那种花里胡哨的英雄 他们想用技能的时候 我把他推开 那感觉就特别爽 玩项羽呢 我们后期啊 去保护后排就好了 比如说保护射手啊 或者保护法师啊 对吧 如果法师都挂了 我们看这边阿科过来了 对吧 他想对我们的加罗动手 我们马上把他推开 让加罗成就三杀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非常容易上风 当然也不可能每一把都让我玩项羽啊 有的时候会玩一下上路的战士 那么玩战士的话 我就会选择吕布啊 吕布操作简单 对付一般的老战士 对吧 那都是有压制性的效果 特别是在一技能消到对方时候啊 然后再普攻一下对方 那个伤害就特别高了 如果玩射手的话 一般都会选择玩鲁棒 很简单 鲁棒操作简单 伤害又高 一开始的话 对一般的射手都是有压制性的 你看这个鱼姬 一开始啊 很嚣张 但是被我压制之后啊 等我升到二级之后 基本上就是他的末日啊 先丢一技能 没有血 马上二技能预判位置 你看成功的就拿到第一滴血 冰射手和后翼对打 后翼一样 是被我打的只能往塔里跑 能打出八连胜呢 其实还是靠队友啊 说实话 队友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这段时间啊 如果去玩排位的话 就是特别是早上 然后还有晚上 就是晚上11点以后啊 这个时间段 你去匹配的话 那么队友有的时候都是比较强的 还有一点啊 很重要就是手机啊 手机的配置也是要 也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两三三四千手机 和那个 呃 一千一零一千多左右的这种手机 你玩一下 玩起来那个手感都不一样 啊 这次我放了那个小米10Polo之后啊 我就感觉手感 明显比以前好很多 以前呢 是红米的 红米9NOT啊 红米9Polo好像啊 红米9NOT那款手机 他的配置呢 就相当于到现在两三年了啊 相当有点卡 而且就是操作 没有那么丝滑 自从换了这个新手机之后 操作丝滑很多啊 所以说呢 玩这个 王者荣耀 你要上风的话 时间上是一点啊 然后呢 手机配置也是一点 另外就是皮肤对吧 皮肤手感 那么也不一样 好了 那么今天就准结这一些吧 那么大家现在新赛季 最多连胜几场呢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